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在新讲之前 我们先把上一章 也就是二相性的要点 简单的做一下复习 在上一章 我们主要讲了 黑体辐射 即普朗克能量子甲说 光电效应 Component效应 氢原子 的光谱 还有物质波 还有海森堡的测试关系 整个讲的这些内容的 核心的一个思想 就是 物体的 玻璃二相性 比如说 微观粒子具有玻璃二相性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来研究 具有玻璃二相性的 这个微观粒子 它的运动规律 由于微观粒子 它具有玻璃二相性 因此 我们不能用 坐标 或速度 或动量 这样一些量 来描述 它的运动规律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坐标 和动量 和动量 具有不确定关系 那么 用哪一个物理量 来描述 微观粒子 的运动规律呢 那这样一个物理量 又遵从一样什么样的方程 这就是我们 这一章 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十七章 量子力学 为了描述 具有玻璃二相性的 微观粒子的 运动规律 我们要引入 一个量 就是太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要用太函数 来描述 微观粒子的 的状态 而且我们还要讨论 太函数 它所遵从的规律 这就是薛定谔方程 在薛定谔方程 基础上 所建立起来的 这个理论体系 我们称作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 也分为 初等量子力学 和高等量子力学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 初等量子力学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并没有 引入相对论 我们是讨论 微观粒子的 低速运动规律 如果引入相对论 讨论 粒子的高速运动规律 这种量子理论 那就是高等量子力学 首先我们看一下 量子史大事记 1900年 普朗克为了解释 液辐射规律 提出了能量子概念 1905年 爱因斯坦 为了解释光电效应 而提出了光量子的概念 保留了普朗克量子能量公式 后来又引入了光量子动量公式 1908年 理智根据原子光谱 提出了关于光谱线的并合原理 1911年 卢瑟夫提出了原子的含和结构 1913年 波尔把卢瑟夫模型 同理智并合原理解合起来 并提出了 搅动量量子化条件 建立了原子理论 引入了跃迁的概念 后来又补充了对应原理 1916年 爱因斯坦 提出 越迁 由外部原因引起的 和 非外部原因引起的两类 引入了具有概率意义的越迁系数 1917年 波尔对爱因斯坦所说的 非相对 非外部原因 做了非决定论的理解 把非外部原因引起的越迁 改名为 不需要原因的自发越迁 使非决定论 成为哥本哈文学派的哲学信条 1923年 德布洛伊把光的玻璃二相性 推广到实物粒子 1924年 爱因斯坦提出 粒子的每运动 都伴随着一种波场的观念 1925年 海森堡 创立了矩阵力学 1926年 薛定谔 创立了波动力学 现在我们马上要讲的 这个量子力学 就是波动力学 1927年 戴维俊等人 观察到电子演射 海森堡提出 不确定关系事 波尔提出 互补原理 那么上面这个量子 史大世纪 多数呢 我们在前面都讲过 当然有一些内容呢 在前没有讲过 下面我们来看呢 第一节内容 叫波函数 一 状态用波函数来描写 在前面呢 我已经提过了一句 因为微观粒子 它具有玻璃二相性 它坐标和动量和速度 具有不确定关系 也就是说 坐标和动量不能同时测水 因此 我们不能用 坐标和速度和动量 来描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 那要有微观粒子 具有波的二相性 具有波性 现在我们就试图 从波的这一样角度 来找出 描写 微观粒子状态的一个量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波函数 首先我们从平面减切波的波函数来入手 来引入波函数这样一个概念 在讲机械波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平面减切波的波函数Y 它是ST的函数 它等于A靠塞二派乘以括号 NuT减去X比上Lambda 这里的A就是正负 它是表示位移的最大值 这Nu是频率 Lambda就是波长 这是一个平面波 当然也是单色的 叫单色减斜平面波 当然了 如果对于电场波磁场波来说 那这个Y 它也可以表示电场强度或磁场强度 所以这样一个关系式 也就是我们以前所知道的 平面减切波的波动方程 下面我们利用 Eiθ4m等于cosθ加上iθ 这样一个关系式 把上面的这个实数的表达式 我们写成辅数的形式 那就Yxθ等于AeI 乘以2π乘以括号 X比上Lambda减去NuT 很显然 这个辅数它的实度 就是Y等于Acos2πNuT减去S比上Lambda 第二 我们知道 根据德布罗伊假设 那任一个自由粒子 它也伴随一个波 这个由于粒子是自由的 那它有确定的能量 还有确定的动量 根据德布罗伊关系式 能量E等于Hν 那动量 这个P等于H比上Lambda 既然E和P是确定的 那么所伴随的这种物质波 它的频率和波长也是确定的 也就是说 自由粒子 它对应一种平面单色波 那我们从波这个角度来 来描述自由粒子的运动 我们也想到 我们也想到用波函数 这样一个物理量 来描写它 在这里头 我们波函数是用普赛来表示的 这只是符号的一些差别 那上面的形式 就是跟下面对应过来 那么这个Y呢 用普赛来写出 那个A呢 用普赛0 下面那个Nu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换下来 我们知道H等 HNu等于E 所以Nu呢 就是频率 它等于E比上H 那Lambda 它是波长 我们用H比上P 把T换下来 这样就由Y等于A 扣散于2π NuT减去S比上Lambda 最后 得到下 最下面这个表示是 就是普赛等普赛0E 它的命是 I2π比较H 乘以括号里头是 PS减ET 那这个H比较2π 这也是前面 我们讲波的二样性那一章 所引入的一个长量 它就是H一横 所以 这个普赛 就等于普赛0E的 I比H一横 乘以括号 PS减去ET 这个表示是 实际就是 描写自由粒子的波函数 前面呢 我们讲 给出的那个表示 实际 大家可以注意到 那里面呢 在空间坐标里 讲是 PX 所以这个平面单色波 它是沿着X方向传播的 如果沿着N方向传播 也就是说二方传播 我们对上面的那个平面单色波的表示式 做一个小小的修正 也就是说 相应于 PX的意思 换成了 这个P 变成R 那这里的这个P呢 当然了 它是动量 它有三项 当然是个PX I 加上 PY J 加上 PZ K 那这个R呢 它等于X I 加上 Y J 加上 Z K 那所以这个P 点上这个R 它应该是 PX 乘以X 加上 这个Y 乘以PY 加上 这个Z 乘以PZ 在前面呢 我们P点上R这一项呢 只有一项 就是 X乘以P 就是PX 那也是指 沿着X方向传播的 单色平面波 现在是沿着R方向传播的 单色平面波 这个是 在前面记着上 做一点修正 这是具有一般义 所以我们叫 一般的 这个平面减斜波的 波函数的表示 是 我们从这个式子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如果这是自由粒子 这个波函数 如果粒子不自由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个立场中运动 是要某种约束 那么 描写它的波函数的形式 和现在形式可能不一样 但是 也可以用波函数来描写它的状态 那么 微观粒子 运动状态 可以用波函数描写 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 基本原理之一 也就是说 是一个 基本假设 下面我们讲 第一层含义 就是说 微观粒子状态 就用波函数来描写 第二点 我们来讲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这个呢 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对于波函数统计解释 可能有 波函数的它的解释 有这个几种 有这个统计解释 还有的这个 导演波的这个理论 还有呢 多世界理论 还有呢 其他一些理论 我们教材种给出 这是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这是 1926年 有物理学家波函给出的 所以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就叫电子 干涉的波函统计解释 那么电子干涉实验呢 类似光的这个 双缝干涉实验 就是我们现在来谈的是 电子双缝干涉实验 类似光的双缝干涉实验 它可以在这个照相底板上 形成这个 稳定的图样 这个和光的干涉图样呢 基本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形成一些这个类似光干涉 就极大极小 这么 相间分布的 这么一个稳定的图样 对呀 这个 最后 电子干涉 那么形成这个稳定的图样 也就是干涉图样 我们怎样去解释它 这里头就有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 一个就是 从粒子性来看 另外就是从这个波动性来看 如果呢 从这个 粒子性来看的话 我们说 那这个也干涉啊 这个极大那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呃 所到达的粒子数多 那么 干涉极小 或者其他地方 那我们说呢 所到达那个地方的粒子数少 或者根本就没有粒子到达 这是从粒子观念来看 对它进行解释 如果从波的 这观点来看呢 我们知道 干涉极大的 实际是波的强度 那是最大 干涉极小的时候 是波的强度最小 那在这里头呢 这个波的强度 实际上 就是 波函数 磨的平方 那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 类似观点 波的观点 解合起来 那也就是说 波函数 这个磨的平方 和粒子 到达那个地方的机会 是成正比的 其实这就是这个 波函的统计解释 那我们说 你这个干涉图像的形成 我们也可以 也可以看着 在相当条件下 大量 这个电子 在一次 实验的结果 你也可以看成是 这个少数的电子 在相同条件下 多次重复实验的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把这个波动 和粒子 两方面解合起来 按照波恩 给出的结论 那就是 对干涉极大 那个地方 粒子到达 那个地方的 机会多 我们说 粒子出现 那个地方的概率就大 那那个地方呢 这个波的强度 也就是说 波函数模 的平方 也就大 所以波函数 模的平方 和粒子的 几粒 是成正比的 这就是这个波恩 的统计解释 下面就是这样 波函数强度 那波的强度 就是波函数 模的平方 它 就是这个 波的强度 它最大 和最小 它的取值呢 与这个波函数 模的平方 是成正比的 这是一个结论 从波恩的 这个几率解释 来看的话 这个 微观粒子 所伴随的这个波 也就是说 这个物质波 它是一种几率波 这一点 是和 前面我们 提到的 这个经典波 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概念 那么 现在我们 这个 插一小段 把电子的 双方干涉实验 这个解释 再呢 拓展开一点 来谈一谈 这是我们给的 一个负 就关于电子 双方干涉的 一点讨论 我们这个 先说一下 这个图 前面呢 那个是一个 凤屏 最前面的 那里头 有两条凤 这个呢 就是 相当于我们 阳式双方干涉的 那两个光源 现在呢 我们 这个也是两个波源 那电子呢 通过这两个缝 来过来 形成的干涉 最后第二个给的是的 就是观察屏了 或者说我们 比如说照相底板 那电子打那 照相底板感光 形成的干涉 涂样 接下来后面 这个一二三四 是给出四种情况 第一 是只打开 上缝时的涂样 那我们现在讨论的呢 如果对单缝 来说 那么呢 那时讨论是 中央 极大的那个情况 来说 我们可以认为是 强度 而可以认为呢 它是一个 概率的分布 所以指开上缝的时候 它这个 强度最大 那就是 正对缝的 那个位置 在两侧呢 这个强度呢 逐渐渐小 或者说 正对缝的位置 那么它这个 概率最大 两侧呢 概率之间减小 这样 如果我们只打开 第二 下面那个缝 那 它就是 强度分布 和概率分布 那就是二图 所给的位置 这个呢 它理解和 第一种情况 是相同的 如果把电子 看成是这个 经典的这个粒子 那我们把双缝 都打开 最后 所形成的这个图样 比如说 它的强度的分布 或者是概率的分布 那应当是 一二两图的叠加结果 所以得到第三个图 那当然了 这样一个图 是一种 经典的一种图像 就是说 我们所期望的 可能是这样的图像 而事实上呢 却不是这样 如果两方都打开 那就是说 电子做双缝干涉实验的话 所得到的图样 应当是第四个图 那第三个图怎么来的呢 是第三个图呢 它是这样 你把这个电子呢 看成经典粒子的话 那我们认为 这样一个电子 或者通过第一个缝 或者通过第二个缝 因此最后 它形成的图样 那应当是 一二这样的情况 叠加结果 那除了第三个图样 那事实上 它形成是第四个图样 很显然 我们把电子 看成经典粒子 说电子 或者通过上缝 或者通过下缝 这种说法 是不对的 那我们又讲了 这是不是电子 它同时穿过两条缝呢 我个人认为呢 应当是这样 就是把电子看成波 这个比较好理解一点 那电子波呢 可以同时通过两个缝 最后呢 它形成的干涉 那有的人试图呢 可以去探测一下 这个电子是到底 每次比如说 我们用电子箱 一个个发射电子 那我们排除电子之间的相同作用 这种可能性 最后呢 实际上 足够长的时间 形成图样 和一次大量的发射电子 所形成的干涉图样 是完全相同的 那我要一个个发射电子的话 这时候呢 没有电子之间相同作用 那这个 我们可以去探测 这个电子究竟是通过两条缝呢 还是一次只穿过一条缝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上方后面 按探测器 但是你一单按探测器 最后你探测结果 电子只是通过一条缝 但是后面这个干涉图样 也就消失了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电子呢 它是怎么知道的 那哪个缝后 它有探测器呢 另外 干涉极小的位置 就没有电子到达 那电子又是依据什么 而不到达那些地方 这些都是非常难理解的 事实上呢 这个 关于啊 这个电子双干涉 实验 那么有这个 引面量理论的这个导引波 这种概念 这种理论 要进行解释 那就是你探测器一放之后 那么这个波场呢 和原来波场不一样了 那这种波呢 在导引电子去运动 这种解释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 因为这里头呢 收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知识 我不想细说 接下来我们看看呢 这个这句话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只要在这个缝后 或者上缝 或者下缝 安装探测器 我们想这个探测一下 这个电子到底是 一次呢 只通过一条缝 还是通过两条缝 那最后我们说 这个 你只要安装探测器了 那电子就表现得像个粒子 它似乎只通过一条缝 那当没有探测器的时候 电子就变表现得 这个像一个伸展的波 它想穿过两条缝 行干涉 所以这个呢 是很令人疑惑的一个地方 那下面我们看看这段话 这个是费曼的一段话 费曼呢 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 他说这样 我想 我可以有把握的说 没有人懂得量子力学 我来告诉你 自然界的行为像什么 只要有可能 你就不要老是问自己 他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那样 你就会被抛弃 走进一条死胡同 到现在还没有人 能从这条死胡同走出来 因为没有人知道 自然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费曼的这个一段话 但是如果每个人要都不问一个为什么 我想呢 对这种疑惑不解的问题 那么怎样来解开它呢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总的有人去研究 其实现在呢 关于这个电子双碰干涉这种眼 就是说 电子就有波量二元性的 它的解释也有很多 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些相关书记 还有说一些物理学家写的这个注册 我想未来 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的 这是这一段的这个插画 那前面呢 我们说这个波恩呢 给出这个波函式的统计解释 也就是概率解释 波函数模的平方 于这个 在那点 单位体积找到粒子的几率 是成正比的 那下面我们就引到这个第二点 就粒子的状态 用波函数 φ SYZT 来描写 那在T时刻在坐标 X X加DS Y到Y加DY Z到Z加DZ 也就是说在XYZ附近 那这个 这么一个立方体里面 就是说 它这个三维是 一个是DX 一个是DY 一个是DZ 那体积是DX DY乘以DZ 这样一个体积里头 所找到的 粒子的几率 也就是概率 我们用DW表示 由于它是空间坐标和时间函数 所以呢 我们DW括号是SYZT 这个东西呢 它就能等于 这个波函数模的平方 在这个乘以呢 DW 波函数模 因为这个DW 于这个波函数模平方成正比 另外呢 这个DW 又于这个体积V成正比 所以呢 最后我们说 这个DW 它就等于 C 乘以5 模的平方 再乘以DXDYDZ DXDYDZ是体积 以体积成正比 这很自然的 因为你体积越大的话 那么粒子出现的几率 肯定就越大 也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空间里 找到粒子的机会 就越多 这是很自然的 那这个比例系数呢 我们给说用C来表示 其实我们这个设出一个量啊 这是这个小W 它也是SYZT的函数 V等于C 乘以5的平方 实际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小W等于 第一大W 比上的DV 也就是说 单位体积内 找到粒子的概率 和几粒 这个呢 叫几粒密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概念 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个概念 第三点呢 根据这个 波人的统计解释 要求粒子的空间 各样的概率 总和为1 也就是说 我们在全空 整个空间中 要找到粒子 那我们肯定能够找到 这是个必然事件 它的概率 应当是1 这样呢 我们说 这个DW的积分 那就应当是等于1的 那就是说 C乘以5方 乘以DV 那么在对整个空间进行积分 那我们这个积分 是从整个空间来进行积分的 这个基因结果 必然是1 是个必然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我们也称为 规计划条件 现在我们呢 这个 用一个大的普赛 这个SYZT 来替代呢 根号C 那5 SYZT 做这么一个 替代之后 那么这规计划条件 就可以写成 下面这个形式 也就是说 普赛模的平方 DV 进行积分 这个等于1 那这里头 这个两个普赛 都是描写粒子状态的 这个波函数 那这两个普赛呢 它没得 区别 就是差一个常数 我们很容易证明 那么 用大普赛 这个波函数 描写粒子状态 还用呢 这个大φ 来描述 这个微观粒子的状态 那这 两个波函数 描写粒子状态时的 这个几律密度 是相同的 既然几律密度相同的 那我们说 这个大普赛和大φ 描写的是同一个状态 这个和 经典波是不一样的 因为经典波的话 那如果 这两个波函数 不等 它差一个常数 那也就是说 像我们说 机械波 它的阵斧不一样 那强度不一样 那应该是不同的波 但是呢 我们现在谈是几律波 两个波函数呢 是差一个常数 但是 几律密度不变 所以描述的 仍然是同一个波 那我们用大普赛来P的大φ 现在 使得这规划 公式显得很 简洁 这里的这个大普赛 SYZT 我们称为 规划波函数 那这说 这规划波函数模的平方 就是几律密度 我们由非规划波函数 大普赛来求 规划波函数 大普赛 这样一个过程 称为规划过程 而它俩之间所相差的一个常数 根号C 我们叫规划常数 求规划波函数 和规划常数 也是以后我们经常遇到的计算问题 希望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公式 第四点 谈一下波函数的标准条件 波函数 它的模的平方 是表示几律密度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空间 某一点 那某一时刻 找到它的粒子的几律 那应当是唯一的 所以 波函数应当具有单直性 另外我们找到粒子几律 也应当是有限的 这也要求波函数是有限的 那我们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 这个几律的变化 应当是联系的 所以要求波函数是连续的 一句话 我们有几律的唯一性 有限性和连续性 就要求波函数 它就有单直连续有限 这样一个条件 另外从连续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 来说一下 由下一条意见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波函数所遵从的 这个方程是 虚定额方程 而虚定额方程呢 它是关于空间坐标的 这个二阶微方程 那么有二阶微导数 要存在的话 那么一阶导数 一定是连续 一定是连续课导的 所以说呢 这个波函数的导数 也是连续的 这一点对我们以后 来确定一些常数 是有重要意义的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例 例一 若波函数为 普赛X等于CE 那这个指示部分 是负的 α方X方 比上呢2 我们来求一下 规一化常数 和规一化波函数 就规一化常数 也就是要求一下 这个C的值 那C完值 求完之后 那上面的表示是 就是规一化波函数 所以这个题呢 实际上就是求 规一化常数 那么根据规一化条件 普赛模的平方 对这个X进行积分 现在呢 这个X是 从负无穷到正无穷的 这是意味空间 整个意味空间呢 我们 来进行这个积分 就把上面这个表示 是带进去 摩尔的这个平方 现在给出这个波函数呢 是一个实数 所以呢 他这个摩呢 和这个本身是相等的 那这个 最后带出了 就是C方 E的 负的 α方 S方 最后对这个 这个X进积分 积分呢 是从负雄到正无穷的 那这个积分是等于 这样一来呢 我们 就能把这个C呢 求出来 C等于 α比生 根号π 然后括号的 二分之一次μ C求之后 那这个规一化波函数呢 也就得到了 这是做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利用这个规一化 这个条件 来求规一化这个波函数 或者说规一化常数 我们呢 这个再看一个例子 例二 E为运动的例子 处于如下波函数 所描写的状态 这个普算S等于 S大于等0的时候 它是AXE 负λxμ 这个S小于0的时候呢 就不然是0 也就是说呢 这个例子啊 只能出现在 0到正无穷这个空间 那么在0到负雄 这个空间里头 不会有例子出现 因为波函数是0 我们第一问 是讲此波函数 归一化 第二问 是求例子坐标的 几率分布函数 第三问 是求在何处发现例子的几率最大 那这个 这个问题 课下同学们思考一下 下一讲 我们接着来来讲 同学们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